OK 今天很高兴我能够来到Section24的这个钓鱼场 Section24可以算是在Shark Alarm 24区最出名的一个钓鱼场 因为这个地方呢 鱼全部都是超级大条的 现在你可以看四周围是很多人的 今天很高兴我可以跟韦翰来到这里的 韦翰他也是一位YouTuber 然后他也是有一个钓鱼频道 你们大家可以Subscribe到频道 我会把他的链接放在Description里面 记得按进去订阅 然后今天我是跟他来学习东西的 因为这个钓鱼场呢 可以说全部都是用额料 面包 或者是鱼粒之类的东西来钓的 而我在这一方面呢 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所以我需要韦翰的指导来教我怎样拿到这边的鱼的有票 希望等下会有什么好成绩啦 进去订阅 这个钓鱼场也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出名的怪物钓鱼场 他和我所去过的钓鱼场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这里是有jackpot的 而这里的jackpot就是当你钓到了超过他们指定的鱼的大小 就会给你一些现金作为回馈之类的 也就因为这一点 这里是许多高手聚集的钓鱼场 当天我来到的时候正是他们的parting day 也就是如果你钓到了一条超过15公斤的parting 就可以获得50块的奖金 所以当天是人山人海的 看到了当天的场景 我就知道了 我当天很大机会会是拱包的 不过当天是请了两位大师来帮忙的 在早上10点左右 我和我的第一位大师是先到这一个钓鱼场钓鱼的 在柜台给了钱后 我就与这位大师会合 而我要见的第一位大师 就是这位小弟弟 阿宝 他今年还是上中学 但是他在Section 24绝对称得上一位高手 因为他很常在Section 24 Fishon这些钓鱼场完成底钓的 而且他钓到的鱼都不小 先让我们看看这位大师为我准备了什么鹅吧 这个要包饼干 哦 要包饼干先 看你怎样 这个是餐了什么东西 餐了Sauberry 黄梨啊 香蕉 哦 香蕉 然后香蕉 哦 也是这样子来捏它啦 捏它一粒不紧哦 因为今天这里猫鱼 这个位置猫鱼多 你不紧啊 猫鱼一打死你的 你的耳就算了 嗯 好的 好的 这些我真的是不太会玩这种 我是学很久才学回来的 人家不教我也是不会的 是哦 你是谁教你的 这边的那个Section Moodle那里有点鱼店 他老板在那钓很久 哦 老板教你的啦 用怎样做这些是 这料全部是他教的 他跟我讲要怎么钓 我以前是不会来这里的 他跟我讲来这边玩 玩了几次 OK 拍上了 哦 因为这里的鱼大鱼拉起来真的 是啊 然后过后再拱包 弄成一粒啦 弄成一粒大鱼 这个中间这个是给它吃的 外面就是杀鸟 那个味道给它吸引 嗯 这点这个 这个是Straperry水 嗯 是几次熬的 哦 黄泥 哦 黄泥水啊 哇 这鱼啊 OK 太精了 哈哈哈 可以怎样放啊 哇 你看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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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这马就怎么会来的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我顾一下啊 看到了 给我 噓 个死了 这个是老 这个 要了 看到了 我当天是准备了两组钓具来到这里了 第一组是Rodford Battler PE4的吊杆 配上Caskin Capstan的水滴轮 但是我为这个水滴轮 换上了Gormazos的Gigging Handle 里面装上了30磅的Zen GT-0 Airbrake 和50磅的Rodford FC Phantom 探斧前导线 其实这个水滴轮 我是打算用它出海Gigging的 所以才换上了这个Gigging Handle 但是我迫不及待 想看看它的性能 所以就把它带来这里进行测试的 顺便说一说 这个水滴轮是有15公斤的谢力 所以就带来这种怪物钓鱼场 是最适合不过了 在大概两个小时后 尾航就登场了 虽然在它的频道都是用鹿亚钓鱼比较多 但是它在饵料方面的经验 也是在我之上的 就看看它今天也准备了怎样的饵 这个是Greenbait Soberry 它那个所要的 然后重度是我第一次探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终于会不会那个机会不会很大 所以我先试一下 因为通常我今天是用那个 Greenbait Banana 抽杯地罢了 上面用过Soya 我是听一个老板的建议 他说用Soya 味道是比较臭的 终于是比较 高 对 哦 所以我就试一下 好 试试看哦 不是很久没有来这里玩 以前你很常来这里的 对以前我在这边附近坐广 所以我就常来这边玩 哦 它是有点臭酸的味道 是哦 有 试到了 有试到臭酸 try一下 是哦 try吧 因为现在听他讲到现在好像没有多少个人伤到鱼 可能是前两天 嗯 在这边爆钓了 是哦 其实这个钓鱼场只允许用耳料钓鱼的 而我在耳料方面的经验的确是非常浅的 所以有他们帮忙相信可以增加我钓到鱼的机会 也因为刚好有群高旗就在我们的前面游来游去 所以阿宝也准备了一些鱼肉 让我钓钓这里的高旗 装好了 掏了鹅 现在就是等他们咬耳的时候了 装钓就是会在等鱼的时候比较闷 但是我们也必须一直注意我们的吊杆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拉耳 所以我们就待在我们的位置 一直留守着我们的吊杆 可以 可以可以 大刀啦 红尾红尾 红尾红尾红尾 在Section 24,第一条条到了鱼,还是红尾玛,看来我的命运好像就只是一直在红尾玛罢了 现在还有时间,可以试试看,可不可以就是钓到鱼 好啦,我把它上回去了 OK,Good Legit,Legit,Legit,破了,不懂是斑线还是什么 Legit,Legit,Legit Legit 不用跑这样远了 哈哈哈哈 有动到你们这样的没有哦 有,有,啊 Legit,Legit,Legit Legit,Legit Legit Legit T Мих Oba Tce said Le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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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就有点准备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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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纳 变崩子可以冥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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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跟你拿过去 好 买 你在干吗 差个0.0多公斤 就可以上榜拿Jetport了 如果超过15公斤的话 伟衡手上的现金就是马币50块了 连我也替他感到非常的可惜 不过能够掉到那个体型的parting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伟衡能够掉到这一条parting 还是会让我干拜下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